教育部在推行那些自主学习啊 学习历程档案的时候 他们忽略掉的一个事情就是 这个体制这个社会 目前还是 这就导致了那些多元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负担而已 那么我想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喜欢在台湾上学吗 我不喜欢 今天这部影片我想要来谈谈台湾的教育 以及批判台湾的教育 但是我想要给各位一个前提 就是 我基本上是在桃园的一所普通高中上课 所以说我会以我的个人经验出发 我发现我上了高中之后 回家都会变得非常的累 而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上课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那有人可能会说 那我们都已经把你的上课时间 都从7点半改到8点10分了 你怎么还能这么抱怨呢 我所谓的常识放学时间太晚了 台湾改了新智之后虽然不是第一 但是是跟其他国家一起第一 一天给学生这么多的知识 并且回家自己运用的时间还这么的少 基本上你回家之后就是复习 明天的考试 以及写你的作业 这基本上根本就没有办法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时间 没有办法探索自己的兴趣 所以说教育部应该要把放学的时间往前提 这样子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他们自己 那再为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 教和指导培养兴趣这件事情 应该是学校的duty之一 基本上到了第八届已经很累了 每个人都想睡觉 虽然教育部规定说 第八届是自由参加 且不能上进度 没有考试的 就是要上那些加深加广的东西 但是虽然说很多学校都有发自由意愿书 可是你基本上都会够同意参加 因为学校都会上那些进度在第八节的时候 或者是会安排一些考试在第八节 这基本上都不是被允许的 但是很多老师会这么做 那我们今天用人跟食物来举例好了 一个人一到七节被老师喂了这么多知识之后 他的肚子基本上就已经很饱了 那么到了第八节 他有可能再被喂下去吸收得好吗 他会吸收不了 所以说教导知识也是一样 我们脑容量就是这么大 教这么多知识 然后又要上第八节的情况之下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吸收得好 不如让我们的喂 也就是我们的脑袋 加深加广 上一些本来就该上加深加广的东西 让第八节变得比较轻松 大家也有消化的时间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OK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假如说今天第八节真的不上进度了 换成上那些加深加广的东西 那么老师就会在他们的政客 速度加快 那么这样子对学生真的有比较好吗 所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课纲变的东西太多了 课纲变的东西这么的多 这么的复杂 每个人的脑袋的容量都需要很大 才能装下这些东西来应付考试 那么因为断考 每个老师都有感进度的压力 那么有些老师可能会说 你们这个课纲已经删得够多了 你们以前有BRABRABRA 还有BRABRABRA 都删掉了 够少了 可是删掉这些东西的情况之下 老师感进度的情况有减少吗 我不这么认为 而如此的多 如此的杂的 除了我们的课本之外 还有我们上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课表 我们必修的科目这么多 这么的杂 是脑袋里面同时要装文组跟理组的东西 大家都会很累 所以我觉得选课制度在台湾 应该要有更多的增加 那么这边我觉得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 第一种也就是国、英、数、字、社 这五个领域都要选到课 但是每一个科目会有不同的level 你可以依据你自己对那个科目适合的level来做选择 或者是所有的科目都变成选课的 而且一个学期就是这些科目 我们的课表也不会变得这么的多与复杂 并且还可以让我们的授课时数减少 Guys 再几个礼拜就要断考周了 OK 我很累 而我们先来看看台湾的定期考试 定期考试基本上就是 让老师在短时间内得到学生的学习状况 并且学生会为了这份考试打算去复习 台湾的考试就是这个范围内的班级 写同一张考卷 这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假如老师今天为了前段班的同学出了一张考卷 那这个考卷基本上就会很难 但是后段班的同学会认为说 太难了 I want to give up 我只要放弃了 我不想读这一科了 太难了 但是今天老师如果帮后段班的学生出题 也就是这份考卷变得简单 前段班的人认为说 这份考卷根本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鉴别度 太简单了 所以这样子就是一个有问题的 而且台湾的考试也就是单选题和多选题 还有混合题 先讲单选题和多选题 单选题也就是在ABCDE里面选出一个答案 或者是在多选题里面也就是ABCDE选出多个答案 那么这样子题目就会对应到一个正确的选项 导致你没有对那个题目有更多更广的思考 那你可能会说 那么这些更多更广的思考或者是资料的分析 都会在混合题里面 那台湾目前的混合题的问题也就是说 混合题它会限制字数 或者是它会有一个规定的一个答案在里面 你就要写到那个点 而我觉得台湾可以参考的也就是AP的考题 那么什么是AP呢 AP就是Avance Placement 也就是大学的先修课程在美国还有加拿大 而里面的考的方式 就是给你一份或者多份资料 让你学会对资料进行整理还有分析 并且针对题目写出一篇你自己的想法 针对题目回答 回答呢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 二十几个字而已 而是一篇作文 基本上这样子就会增进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并且训练个人的critical thinking 也同时学会了如何analyze一个资料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教育 是可以参考AP的考的方式的 但是学了AP的考试之后 我们的教育真的能训练让学生进行AP的考试吗 所以说在这种应付机器人事 或者是让把人送进去代工工厂的这种考试制度 教材基本上都不会太好 基本上现在台湾都是以考试导向为主 所有科目都是以考试导向 除了家政还有那些其他东西之外 主科都是以考试导向为主 可是学习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只有考试升学而已 而是学会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应用在生活中 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只有死背那些理论 而是那些理论要怎么运用到生活中 那么这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的在108课纲 叫做素养 那么根据108课纲克发会委员之一唐凤所述 其实素养这个字是翻译过来的 它本来的那个字叫做core competence 里面的那个competence 为什么不翻核心能力就好 没错 那就是因为我们要交往过正 为什么要交往过正呢 因为有大概十几年的时间 台湾都把core competence里面competence 翻成竞争力 可是竞争力其实是另外一个字 叫做competitiveness 就是竞争力只有你在跑去赛跑啊 这个去获什么奖啊什么的时候 有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那个时候才有意义 但是呢其实competence 就是平常自己升任的能力 组队打怪的能力嘛 大家在一个团队里面 大家每个人各司其职 每个人有不同的competence 所以competence是合作的 competitiveness才是竞争的 但是我们把这两个都翻成竞争力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在学校教一些人跟人之间竞争这种 你除了社会在团队里面 完全没有意义 除了要做节目的梗之外的 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可是现实中素养题目 却是出现在哪里 考题 而那些考题的叙述 虽然看起来很贴近生活 但是你仔细一看 那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 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说现在的教学风气 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老师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高高在上 但是课纲的编写 还是没有变得更好 所以说在编写课纲 或者是编写一个教科书的时候 我想要请编辑想一想 也就是说你们在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想一件事情 我写的这些东西 能贴近学生的生活吗 学生能学会这个东西 要如何应用在生活中吗 而你回家之后就是做作业 做作业都是写那些 ABCD写那些考题 但是作业的范畴 真的就是这样子 闷在书房写作业吗 我觉得不是 台湾的教育基本上缺乏的就是 让学生做作业的时候 是往外走的 而不是一直闷在书房 我们可以透过去外面的观察 或者是去外面的实际的操作 而不是一直闷在书房 写你的题目 这样子学习的效率也会提高 还有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也就是分组和个人的报告 分组和个人的报告 你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之中 你会查那些资料 并且去分析那些资料 还有整理那些资料 如果说是分组的话 还可以训练你的领导能力 但是目前我观察下来 台湾的学生好像对于分组报告 或者是个人报告的积极度 不是这么的高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回家基本上就是写作业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准备 而时间 你在学校如果说是分组报告的话 也没有一个可以跟组员讨论的时间 你必须要回家 在网络上开discord 然后跟大家讨论 报告要怎么写 或者是分配职务 第三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从国小 就没有被好好的训练 如何做一个报告 到了国中高中 老师突然给你报告的时候 你还要自己去想说 我这个报告要怎么呈现 才能把一个presentation做得好 虽然台湾有推一个东西 叫做自主学习 他提倡的理念就是 不是每个动物就可以爬上树 你看 鱼不行爬上树啊 所以我们应该要施行养财 让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学习的路 但是反过来 台湾的教育 目前基本上还是在尝试 让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爬上树 其实台湾的很多政策看起来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执行起来却不是这么的理想 所以你猜到我想要讲什么政策了吗 双语教育 而你问我 我觉得双语教育这件事情 看起来怎么样 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看起来 你知道除了2030年这么快速要达到之外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如果说你学英文 你基本上就可以增加你的视野 因为双语教育这件事情 是提升国民的英文能力 提升国民的世界观 并且学会了英文 你基本上能看到的东西 就会更多更广 你的视野也就更多更广 可是最令人诟病的问题 就是它执行起来 并不是这么的理想 所以我觉得各地方政府 应该要积极的去推动这些政策 而推动的方式 就是你例如说可以从双诗开始 双诗也就是中诗 加上外诗 大家一起配合上课 让上课达到双语化 或者是有一些老师 他的英文不是这么的好 没有办法上课用50% 60% 70%的英文 那么他就可以从 叫名词的英文 或者是一个名词的definition先 就例如说你今天知道 这个东西叫做iPad 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iPad 你会叫它iPad 而不是叫它苹果平板呢 是因为打从一开始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iPad 大家都告诉你 这个东西叫做iPad 而你知道它叫做iPad 不叫苹果平板的时候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也就是你在Google search的时候 你打上iPad 查到的资料 会比打苹果平板 查到的资料多 Do you see where it's going? 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些名词 还有它的意思之后 你想要做研究的时候 你就可以查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这些更多的东西 也会方便你做更多的研究 而教名词的英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方便学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赔利这个字 赔利这个字好像 用字面上面来看 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去理解 可是当我们今天讲到它的英文 也就是empower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好理解多了 而双语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教材都还是中文 假如说我们今天把那些教材 也就是那些test books 双语化 也就是里面可能80%是英文 20%是中文 而那些中文基本上就是补充那些名词的意思的时候 这样子老师也可以更方便的进行双语教学 因为学生上面拿到的跟他讲的东西 英文都是差不多的 但假如说老师今天的英文真的不是这么的好 他可能不能用太多的英文来授课的时候 他用中文去讲这些东西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回家复习的时候 你看的都还是英文 你都还是在用英文的方式去复习这些东西 说到双语台湾的英文教育 也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台湾的英文教育是从小被教说 哦 你这个单字 你要怎么记起来这些单字呢 背啊 你要去背单字啊 孩子 你要去把那些字我都背起来 并且背他的中文意思啊 孩子 那些文法 你要学好啊 但是其实好的英文的学习方式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的英文的学习方式是增加自己的 自己的input和output 这个也是双语教育的理想 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用更多的input和output 来学习英文 但是台湾的英语教育 还是会跟你说 你要背单字 你要学会文法啊 孩子 所以台湾的英文教育应该要被改革 自从如何应用这些英文来开始 而不是淫昧的背单字 而学英文这件事情 你可能就会说了 啊 现在 这个网路很发达的 你可以用 core English 去学习 然后你的考试 就可以高分了 那么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 请问你回家的时候 会打开 core English吗 或者是你的英文课 又使用到了 core English吗 学校 encourage你了吗 所以说英文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考试 考高分 像我前面讲的 就是要应用 所以我希望教育部在推动这个政策的时候 也要更加的妥善分配 双语的糖数 尤其是在国小 他们分配的糖数可以增加 还有一个政策 我想要讲的就是 斑斑有网路 生生有平板这件事情 国家杂的大钱去买了很多的平板 很多的平板车 给学生做使用 可是这些在学校的普及率 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增加的 也就是那些KPI可以再增加 并且教育部应该要让老师知道说 我可以怎么样在课堂上面 用这些平板来增加我上课的效率 也就是说可以推荐老师们一些平台 让老师去教学生如何使用这些平台 这里指的平台 并不是只有说军医 库克云那种学习的平台 任何可以帮助那一科的科目的平台都可以 还有上了高中我发现我的书包 到了断考的时候真的变得很重 因为那些书啊变多了 并且那些书变厚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学校很贴心的 给我们实验班的每个人 一人一个平板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做笔记 我们可以跟老师要课本的PDF 或者是讲义的PDF 而且这些发给我们的平板上面 都有GoodNotes 还有Notability的授权 所以学校可以更多的鼓励学生们 去借平板 然后上课的时候做笔记 并且借平板可以让它 以长期的方式去借 所以说讲了这么多 其实现在的高中的课程 跟以前比真的是多元了很多 尤其是增加了多元选秀之后 但是现在台湾基本上 都还是以考试升学导向为主 这就导致了那些多元的东西 例如说什么多元选秀 学习历程 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 只是一个负担而已 但是追根究底 上高中只是为了上大学而已吗 我们举一个反例好了 像是没有升学考试压力的国小 他们推行政策的时候 就可以更顺 因为他们来国小 根本就没有说我要上国中 我要准备而升国中的考试 没有 那么透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basically就是读书 还有考试 教育部在推行那些 自主学习啊 学习历程档案的时候 他们忽略掉的一个事情就是 这个体制这个社会 目前还是考试升学导向为主 所以推行的这些政策 效果自然就不会好 因为你要同时兼顾 学习历程和考试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且很多的政策 也不要推行的这么急 更多的是你要确定它 有没有执行的落实 其实基本上现在也有很多人 很多老师都想要改变这个台湾的教育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阻力 就是目前家长的反对 家长送你去补习班 家长让你要好好读书 好好考试 要上一个好大学 但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这个社会已经不是把人 送你去代工工厂的这个社会了 现在的台湾已经是 面向多元全球化的一个社会 就好像手机 手机在以前和在现在 外观还有里面的功能都差了很多 可是教室 教室的排列的方式 就是和教学的内容 基本上跟以前就是差不多 都是填鸭式的教育 并且还是以考试升学导向为主 所以我希望这部影片 可以让更多人 意识到说台湾的教育是错的 无论你现在是家长 或者是教育工作者 或者是教育部的人 或者是学生 我希望台湾的教育可以尽早改变 好的 这个说到最后啊 我还是很喜欢上学的啊 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制度 真的很好呀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未来我要做什么 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 报复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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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